我俏兄的吗 雷克萨斯1s现在优惠接近7万是真的吗 早上来上盘碰到一排雷克萨斯十几台一起在上盘新车 这里边一半是雷克萨斯1s 然后一半雷克萨斯1s里边凶了八成全是s200 20自习配老鲁鲁棒 三位地标箱家爷们这台车 现在如果说优惠个6万多接近7万的情况下 它的落地行情应该是在267万 但是同样27万左右的预算 你会选它吗 还是选其他车人 评论区交流交流 作为董事的抖音二手车领航计划认证车商老师家人们 第一次见过这么多雷克萨斯一起来在这上盘家人们 真瞎言呢 宝贝们 你是会选择雷克萨斯1s200还是去选择同价位落地的c级车大众辉昂呢 现在辉昂的380豪华版落地也是在27左右啊 然后家人们全是200 全是200 全是200家人们 后边还有两排都是的家人们 这两排全是就我那台 嗯 小G 剩下的全是雷克萨斯的货子 数了一下兄弟们 一共 7台雷克萨斯1s200 真瞎言呐 都说这玩意现在优惠没人买 一早上兄弟们 一排排真瞎言呐 真就是 优惠 价格屠服来了 谁都抵挡不住优惑兄弟们 下半年对于新能源车来讲可能是价格战 但是对于燃油车来讲的存价格屠服了 真瞎言兄弟们 真卷了 这不是内卷了 是内耗了 我瞧 二十大几万 币级车能选的太多了 现在奥迪也四优惠玩 可能比雷克萨斯1s200落地还要便宜 然后可能再加个2万3万 你能选择宝马37的325 然后再顶到31万出头的话 奔驰3262l 它也落地了 哎 兄弟们 你会选啥 平时期告诉我 我有雷克萨斯1s200同样预算 我指定是安排一台 大众辉昂